所以亮哥你怎麼看待兩年 這兩年很重要的日子 大家動作都很大 我這個叫悔不當初 因為我對整個過程 我有做時間表的記錄 事實上2022年2月24日開打 4月就有人提出一個方案 俄羅斯那個時候的立場是 讓盧干斯克跟頓內茲克獨立 然後跟俄羅斯簽10年合約 比照白俄羅斯 就是成為親俄的幫 所以俄羅斯一開始並沒有要佔領 他只是希望頓巴斯變成緩衝區 4月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就在土耳其 這邊和談 烏克蘭也願意接受 結果回來之後 立刻發生一件事 英國說他要軍援烏克蘭 他說他不接受 然後美國立刻打臉 這是第一次機會 那第二次機會是 俄羅斯 因為你不接受嘛 那結果俄羅斯就把那兩個地方吃掉了 吃掉的時候他又要跟烏克蘭講說 我們就現狀停火 那烏克蘭還是拒絕啊 因為美國反對嘛 那結果俄羅斯就 又把另外兩個幫打下來 就是俄羅斯跟赫爾松 這大家都知道啊 那後來赫爾松因為他打了太多了 後來要退到德烈伯河以東啊 然後又說我們來談 現狀停火 美國還是反對 美國就是說你沒有撤軍就不用談啊 就這意思了 那現在你連那個 這個最新這個地方 阿夫底羅瓦都淪陷了 我跟你講 事實上有三個堡壘城市淪陷 大家記憶深刻啊 瑪利烏波爾 打完了亞素營就沒了嘛 就走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北方那個巴赫姆特 那這個是阿夫對不對 這個是新的第三個堡壘城市 所以這個就是 就往前看一馬平川 已經看不到戰略性的堡壘城市了 那我不知道烏克蘭怎麼防守自己啊 現在還有一個立即的危機啊 為什麼 門德維杰夫可以講到那個程度說 俄軍會打到基輔啊 我跟你講喔 烏克蘭如果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用完了啊 那北約沒有立刻補充啊 那俄羅斯的飛機就可以隨便飛了 對 所以事實上我們講的 並不是說你槍榴彈沒了 不是啊 是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你會打完啊 你打完了 俄羅斯的飛機就可以全部到處飛了 你根本連 連防守的能力都沒有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這個局要怎麼處理 我認為普丁大概會等三月確定連任之後 再想他下一步要怎麼出手啦 可是一定動作都會很大啦 這個有點類似什麼你知道 就是 你看我剛剛描述的那整個過程就是 俄羅斯他佔領了一個地方 然後就說你要不要來談啊 我再佔領一個地方更大了 你要不要來談啊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有點像日本這樣成立滿洲國啊 那說哎 你國民政府你要不要承認啊 那蔣介石反對嘛 然後他就再打華北 然後華北打下來之後他再問你要不要承認啊 事實上日本一開始只想打滿洲國 如果蔣介石願意承認他華北可能就撤軍了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跟抗戰的經驗是倒過來的 因為中國可以持久戰 中國地廣人多嘛 越打日本越累啊 這個是倒過來耶 是俄羅斯可以持久戰 地廣人多資源多 說今年經濟成長 大概人家已經估計的是3.6% 那你烏克蘭是人也散 然後也沒有後續的軍援 那錢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持久戰你怎麼打啊 你怎麼打得下去啊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悲哀啦 這個我不知道拜登要怎麼收這個場 所以只能罵一句出出氣 我跟你講 哲倫斯一昨天還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今年我們一定可以勝利 所以拜登又跌交啊 我就說你們這些領導人 拿不出方法都在那邊精神勝利嘛 不是嗎 那你講這種話有什麼意義 到時候你地對空飛彈打完了 怎麼辦哪裡可以躲 而且我跟你講那跑出去的一千萬人 包括烏克蘭的所有的精英 能走的都走了 都跑了嘛 現在想起來還好跑了對不對 要不然就被 我跟你講烏克蘭境內20歲到40歲的人 搞不好都打光了 整個打光了 因為你看那個從這阿巴迪夫卡 撤軍的那些人年紀啊 因為我那天有看那個撤軍的畫面 那些軍人感覺上都超過45歲 所以他最近在補助那個軍人啊 要冷凍留金啊 把金子留下來 三年的費用 國家補助 要不然下一代人口怎麼辦 講印度我先讓大家開心開心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張相片讓大家開心開心 因為阿三哥的事情其實都是樂趣不斷的 我們剛剛前面討論的題目大家都蠻嚴肅的蠻難過的 我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是他的超日王號 他在幹嘛呢 下水典禮 他就半艘軍艦 他見了一半以後 你看他前面插滿了國旗 插滿了旗幟 對不對 那個張針結彩的 他在做什麼動作呢 下水典禮 那為什麼他做下水典禮 因為這艘航空母艦 他自己做的 就維特蘭特 坐了很久在船屋裡面坐了很久 那人家說你不能站那麼久 船屋我要用啊 所以就把他今天拖出來 人家好歹有水我們還沒有水 對 把他拖出來 然後拖出來以後去坐別的船 那別的船坐好以後 再把這艘維特蘭特再拖回去 再繼續坐後半段 所以他這個下水典禮分兩次 前半段先下水一次 後半段再下水一次 第二個他坐好以後他發現說 他自己的光輝號上 戰機不能上這艘航空母艦 為什麼 因為他的升降機甲板 是跟俄羅斯的米格29一樣大 那他的光輝號比較大 而且要的這個 就是華耀式起板嘛 他起飛的距離不夠 所以他的光輝號不能上這艘航空母艦 所以他就還只能說用這個俄羅斯 所以這次演習來講俄羅斯有參加 為什麼要參加 因為他用的是我的米格29戰機 那馬克宏很會做生意喔 馬克宏一看這個馬上商機來了 他去推銷他的標封戰機 他說我為你量身訂做 我那個翅膀可以折疊 折疊可以上升降機 可以折疊 所以馬克宏就跟他賣了 賣了他40艘的40架的這種標封戰機 讓他可以上維特蘭特號 所以這次演習來講的話 雖然說兩艘航母 可是上面只有米格29的戰機 那他們自己的生產的戰機 或他準備要用了法國的戰機 都沒有辦法上軍艦 那我問你 你這種演習有什麼意義 你兩艘航母出來 是白譜給大家拍拍相片而已 那個米格29已經是屬於老舊型的 已經飛不遠的戰機 所以講到印度這個軍演 我先講一個 講三哥的這個軍舞的故事 讓大家開心開心 那我想說這個俄羅斯 俄羅斯反對派的領袖納瓦尼 我個人對他非常非常的感動 為什麼他是求仁得仁 你知道他之前他就已經是 他本身是一個律師 然後因為他對於俄羅斯的這種 其實烏克蘭也一樣 這種腐敗他非常看不出來 他認為寡頭政治是一個腐敗的政治 影響到他名聲 所以他就反對俄羅斯的這些寡頭 那因此也得罪了包括到普京 還有普京身邊的這些政治人物 那他們就置他於死地 之前第一次給他下毒 在什麼地方下毒 在內褲裡面下毒 像神經毒劑 結果他中毒 中毒以後他就到德國去治療 治療好以後 他說他要回到俄羅斯 那大家都勸他說你不要回去 你回去那邊你已經被下毒 現在在德國這邊你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還可以保存你的生命 你回到俄羅斯一定被修理 果然不知道他堅持要回去 他說為了俄國我要回去 他回到俄羅斯一下機場 馬上就被逮捕 然後就送到北極監獄去 所以這次的死亡 我覺得說 我覺得他是被一拳 用這種特攻致死的可能性很大 但這個傳說跟真實 不知道哪個真的 就是說俄羅斯的KGB 殺人的方法很特別 要不然就是先開槍 然後什麼汽車碾壓 就是一種 下毒是一種 還有這個一拳打心臟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 當然怎麼死因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便去猜測 但是我對他 就是說這種求仁得仁的這種 為了理想 然後把自己聲明 其實非常感動 但是他之後會不會影響到俄羅斯 影響到普京 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不會 不過西方當然拿這個事情 大家來說是 因為他的同伴 當時跟他一起反抗 這個普京的這些同伴 大家都已經跑掉了 沒有人留在俄羅斯的 所以在俄羅斯裡面 他是孤身一個人的 那不可能 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講這個就是 鋼雨 其實大家一般看電影 都認為說 炮彈要打到地面爆炸 殺傷力很大 其實炮彈在空中的爆炸力更大 我們炮兵的設計有種叫做 空炸性管 就是我在空中爆炸的話 那撒下來的鋼雨 它等於是下來 很多小鋼刀的概念 對 那你就沒地方躲了 你地面所有人沒地方躲 那這次是所以能夠成功 我覺得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他獲得情報 就是美軍提供給俄羅斯這個情報 第二個他把這個 就是這種武器 往前面推 他才可以打到這個距離 然後他情報剛好 剛好俄羅斯的軍隊在操場 空地上面 他剛好這個時機上面 他發射海馬斯的火箭 撒下來的鋼雨 以前我們在金門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種方式你知道 這個 因為如果說是有水軌上來 它會躲在礁石裡面 你打不到它 你拿槍直射武器打不到它 我們用什麼方式空炸 用手榴彈 手榴彈不是丟著空炸 我們用鐵絲 把人家鐵絲到海岸礁石那邊 然後算好這個時間 手榴彈 那個保險一拉開以後 滑下去順著鐵絲 掛在鐵絲上面滑下去 滑到空中的時候爆炸 所以說這個戰場上 我講的是戰場上一個動作 但是講到這種武器 我特別要講 這次來講蓋拉格來 我真的很生氣 我覺得他跟那個誰差不多 他講一些 聽得很生氣的話 軍人聽 他叫我們去生產155炮彈 但是他不給我們155 不賣給我們M1199A6的炮車 那你說這種武器 如果說老共產家有 原火的火箭 他如果說比到這種方式 撒下一片鋼雨的話 我們炮陣地還可不可以存活 我根本沒得中國 我們的警覺人院長還說樂見其成 立揚軍還有一點點時間 講一下這個好不好 本來不是說五艘航母嗎 現在只下一艘 我跟你講這尼米茲號 他已經是要態度 他現在美軍來講 他也很尷尬 因為他已經 不管是尼米茲或華盛頓 他們是同一個年代 都已經服役超過 將近快五十年 都已經到達廚役的年齡 所以這幾艘軍艦 包括尼米茲號 包括到這個華盛頓 包括到林肯號 這幾艘本來要來的航母 他都已經面臨廚役的年齡到了 那他們現在在給他研議 所以說他五艘航母來這邊 我覺得有代表兩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沒有五艘航母 然後壓不住 把中國的海軍 壓不回第一島鏈去 所以他必須要用到五艘航母 第二個他也很尷尬 這五艘航母雷根號 這些都已經面臨 廚役年齡的航空母艦 那他新的航空母艦 甘乃迪號 到目前為止 是跟福特號同一個等級的 到現在為止沒辦法成軍 那福特號也有問題 所以這幾艘軍艦 可能到一半以後發現 他很多東西要 就回頭了你知道 包括那幾艘航母 我講一下 林肯號就回去了 對不對 然後羅斯福號 現在本來是要 現在只有羅斯福號在菲律賓 然後卡爾文森號 也回到美國本土 他不是回到珍珠港 他回到美國本土去了 那包括到華盛頓號 他目前他到大西洋去了 他沒有在太平洋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身體健康 你平臨 非常有問題 你也是 你平臨 我沒問題 你沒有問題 你平臨 你平臨 你平臨